今天呢 好久没有做review了 我今天呢 想要拿这套书来 跟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王文华老师 我去年有 大概点到一点点 可是我没有给你们看书里面 长得什么样子 其实在那个博客来网站上 也有 不过我就是想要特别介绍 因为呢 陪了孩子 读了这几本 然后觉得每一本 真的是就是 写到我们 读完了以后就是眼睛都会 累往往的 所以来跟你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一套 爸爸不在我家 所以这一套呢叫做 时光小学 然后他是写不同 小孩子的经验 从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 四年级的孩子的 一个角度去 来讲故事 对 来跟你讲 一年级的孩子 他从他的眼里 讲出他的自己的故事 是什么样子 那这些书跟 其他书有什么不同 他就是在讲 真实故事里面 碰到一些 不幸的 事情 或者是 不完美的家庭 或者是 看起来像完美的家庭 可是其实家庭里很多问题 比如说 像这个一年级的 这一本呢 是在讲一个 很乖巧的 小女孩 然后他跟 他跟他的妈妈 住在一起 等于是相依为名 这样 然后妈妈也不是 很聪明的一个人 然后上班 常常出错 反正就是 妈妈是一个很努力 可是 又不是很成功的一个人 而他觉得他的爸爸 就是抛弃了他们 这样子 所以呢 两个人就相依为名 然后这个小女孩 非常的乖巧 也非常的 懂事 所以在 读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呢 你就会 忍不住 去心疼他 对 你会心疼他 那里面呢 故事非常容易懂 也非常快的 可以读完 因为他的字 没有很多 就是适合 我看小学 二年级 三年级的程度吧 对 那 其实 我说容易读的懂是 我可以把故事的内容 给你读出来 可是 真正的要去 懂很多的推理 然后 我觉得那部分呢 就是 如果有 爸爸妈妈 一起跟小孩子 工作的话 会比较好 就是讨论一些 比如说 他现在内心 什么感觉啊 他为什么 想要把爸爸 当秘密啊 为什么 妈妈也不想提起 爸爸的事情 或者是 为什么下班后 他需要 躲在妈妈的 办公桌的下面 做功课啊 而那 那个是他的秘密基地 也是因为 就是家里不够有钱 所以他没有办法 去安亲班 那他愿意跟他妈妈 那样子 他也 那他连上厕所 什么的都 不能随意去上 要不然会被人家 发现 这样子 那这个 我的 便利天妈妈 是讲二年级的 小朋友 那这个小朋友 就没有跟刚刚 那个一样的乖巧了 然后这个呢 是在说 等于是 这方面也是 没有爸爸 可是这个 不同的地方 是他的爸爸 死掉了 对 他的爸爸过世了 而他 这个小孩子 要怎么去调整 自己这样子 然后三年级 他的爸爸 是坐过牢的 对 然后坐牢了以后呢 就是要面临到 就是 同学 对他的看法 或者是有些人说 哎呀 他是 坏人的小孩 还是什么什么 所以他需要 面临到人家的 支持点点 或是说到 他的爸爸 不是什么好人 那可是对他来说 他就是他的爸爸 对他反而很兴奋 他的爸爸要回来 可是见到 这么多人的这种 反应啊 他就不知道 哎 爸爸回来是好是坏 然后里面 写了很多 他自己的感受 或者是一些事情 我觉得 哎 就是很揪心啊 然后呢 最后这四年级呢 他是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这边都是 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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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这边是开始是 哇 我们家 非常的有钱 对 可是因为一些缘故呢 呃 他们非常的有钱 可是家庭 其实在外人眼里 看起来非常的 就是好像成功 或是快乐 然后美满 可是其实呢 不是这回事的 那这种家庭呢 看似完美 可是他其实是有小问题的 当他真的失去很多钱的时候 就是爸爸生意 呃 反正就是一些缘故 然后变成没有钱了 那家庭会不会破碎呢 这个就是 就是问题 所以幸福家庭 是什么意思 是有钱吗 是可以一起出去旅游吗 还是 因为我们彼此相爱 彼此理解 彼此包容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小孩子能学到很多 就是人生大道理 然后我非常推荐 这一套书 那 希望 就是你们 如果有这个 共读的时光 可以跟小孩子一起读 然后一起讨论 这些 很重要的 道理 那每一个都是充满了爱 就是了 对 爱是什么 就是父母与给孩子的爱 或者 小孩对 父母的爱 跟看法 然后我们要 怎么去珍惜彼此 嗯 好啦 就这样子 哇 好严肃哦 我通常没有那么严肃 可是我真的 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套 所以就推荐给你们咯 好 就这样 拜拜 拜拜